最后,还是战无伤与玄月的战斗 虽然玄月也使出一剑神针 却终是比不上战无伤的天神甲 依仗天神甲之力 战无伤不断引动刚风出席 完全不担心刚风会伤到自己 这或许正是为什么天神甲会转交给他的原因 借助于天神甲 战无伤真正发挥出了自己攻击强悍的特点 他的山海关山刀本身也是一剑神针 此刻一刀刀五出 引动雷霆,燃烧季风 汹涌出无边神力 杀得玄月步步跌退 眼看着对手渐渐承受不住 玄月有可能成为第一个败退之人 而这一次败退很可能会引发全局的溃败 战无伤已经是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总而等联合来袭又能如何 这里是我天神宫的地界 我们才是这儿的主人 天地大势归我 就算是你们喜悦派也不行 一百三十年前战败之辱 正当今日一并报了 说着 大关刀再次麾下 他有天神甲护体 完全不考虑自身安危 将所有的力量都用在进攻上 舞出惊天风潮 这一击 单是余波 就有横冲万里 直上云霄之时 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声音 怕是你报不了 那一刻 金无欲 诗无念 韩无心 还有胡雪花四人 一同时喊了起来 小心啊 就见虚空中冲出一人 正是唐杰 手持一把金色长剑 正是战刃 对着战无伤 摇摇就是一剑刺去 战无伤狂声高叫着 我有天神甲护体 你能奈我何 竟是不管不顾的 对着玄月砍去 玄月知道不好 集中所有力量防御 大关刀与玄月手中那件 双龙袖风伞相撞 这件神针 在战无伤的狂暴攻击下 竟已是化成鸡粉碎裂 同时 玄月口中也喷出一口鲜血 汹涌的力量冲撞在他身上 震碎护照 他的筋骨碎裂 身体更是碎裂成无数块 一道神光从玄月体内冒出 正是他的神魂 没有化光飞顿 却是发出力声尖笑 就见那些碎裂的身体 已开始在血光大潮中重组 显然 玄月还没有放弃 自己修炼多年的肉身 他也是在赌 在赌唐杰能够拦住战无伤 而如果他拦不住 一旦被战无伤追上 对着神魂再来上一下 他就必死无疑 战无伤果然已是宁笑着冲上 他相信 唐杰伤不了自己 但就在这一刻 就听扑斥一声脆响 战无伤的身躯猛的一震 低头看向自身 就见他身前 已是突兀地冒出一截剑尖 这 怎么 可能 战无伤口吐鲜血的惊恶了 剑身已炸出一片白色的光芒 巨大的白光充斥了战无伤所有的视野 他再也看不到任何东西了 那一片乍现的白光 正是两仪分神剑灵的攻击 便如天玄灭神剑一般 分神灭神 既然都以神为名 便是针对神魂发挥作用 正因此 两仪分神剑灵 同样是斩灭神魂的强大盗兵 当这一剑全力爆发时 两仪剑灵就像是勾魂使者 在那一瞬间将战无伤的神魂剿灭至无 至于是郑重体内汹涌的力量 从中央处爆发 战无伤身上的每个细胞 都受到这恐怖剑气的分割 彻底断绝了他任何一点逃生的希望 连哀嚎声都没有发出 战无伤直接了账 这一幕彻底震惊了所有人 一剑致命 对于以修制化神的修者来说 这种难度实在太大 即便是灵霄金屋玉这等存在 要想打杀亦是极难 如战无伤 邪无上威势碎裂神针 破碎玄月肉身 亦不能将其杀死 但是因为到了他这一级别 再非一死之辈 只需要有一丝喘息之机 就能东山再起 但是唐杰这一剑 却让所有人真正见识到了他的攻击之威 一剑得手 唐杰已抽出地刃 就见战无心的尸体 已是怦然碎裂 掀起冲天灵巢 但同时 那剑天神甲 却未因此化为金沙 反倒是被唐杰一剑戳出的小洞 竟又开始渐渐愈合 更化作一道金光 只向金无玉飞去 唐杰出手慢了一步 竟是没能唠叨 让金无玉抢回了身上 唐杰大感惋惜 这天神甲不愧是盗兵 以他大获提升的帝刃加兵字绝 全力攻袭之下 竟也无法毁掉 只能钻破一个小洞 而且又迅速地恢复 可见其微能 实际上 帝刃在刺破天神甲后 余力已尽 再也无法动弹 要不是由两一剑灵发威 帝刃能带给战无伤的伤害 未必比蚊子咬一口强多少 不过这一下爆发 也催动了两一剑灵的所有力量 下一刻便再度陷入沉睡状态 又是百年光阴难以启用 唐杰却不愿再如此 而是在抽剑回收的同时 一把抓向剑灵 竟是将那沉睡的剑灵 又生生地扯了出来 他自获崩山童子指点后 就已明白地刃的真正作用 早想把剑灵取出 恢复地刃的本来面貌 只是剑灵犀利难以取出 所以一直留到现在 趁其伤敌历劫之时再取 便要容易多了 此刻一下将剑灵抓在手中 唐杰一道 三十数 接着 已将剑灵致向萧别寒 萧别寒不知那是什么 就见一道白光袭来 不过他深信唐杰 知道他不会害自己 也不躲避 就见那白光飞来后 对着萧别寒的 长空别离剑一扑 竟是主动融入剑身去了 这两一剑灵 本是无上剑灵 但是与地刃却格格不入 虽然身在剑中 却不能真正发挥作用 只能百年折服 一朝爆发 但在此刻 融入萧别寒的剑中后 却突然得了真正的归宿一般 就见那长空离别剑 骤然白光 一股汹涌剑意 已从剑身散发出来 带着无尽磅礴 古老浩瀚 深邃之威 这是 众人同时惊呼 倒兵啊 萧别寒也愣了愣 他是剑的主人 最能感受到此剑的变化 在唐杰扔过来那一道白光后 此剑竟借此开始晋升 有一种大道的力量 正在其中酝酿提升 而且是萧别寒熟悉的杀戮之力 就像天玄灭神剑一般 两仪分神剑与天玄灭神剑 都是杀戮之人 道在杀戮 分神灭魄 纯以微利论 两仪分神剑还在天玄灭神剑之上 萧别寒执掌灭神剑多年 身上早有了杀戮的气息 气息与之相近 故此两仪分神剑有格外的吸引力 此刻一旦投入 却是主动融合 再不像原先在地刃中格格不入 结果就是与长空离别剑产生了共鸣 由于天玄灭神剑是镇派之宝 轻易不可动用 长空离别剑才是萧别寒 灌常使用的武器 萧别寒对此剑极为爱护 也不知投了多少材料下去 不断提升 就是为了将它升为道兵 可惜道兵须有悼念之称 何其难得 萧别寒自己都未成天尊 只误到杀戮 因此遥遥无期 但至少在材料上 长空别离剑已不输于一般的神物 两仪剑陵这一融入 可以说补上了长空离别剑最缺的一环 由是直接晋升到兵 如此变化就是唐杰都没想到 不由笑了笑 哼 果然有些事还得找这主人才行啊 萧别寒也是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好小子 好礼物啊 以时刷的一剑向诗无念斩去 依然是长空别离剑 蕴含中的威力却已大不相同 那一刻诗无念已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威胁 就像是面对天玄灭神剑一般 却又有所不同 论威力 天玄灭神剑依然是喜悦派的第一道兵 威能之大无可抵御 长空别离剑虽是新进道兵 但道底是后天道兵 比之先天明显有所不足 但这道底是萧别寒用惯了的剑呢 萧别寒用它反倒更趁手些 而且道兵弱了 驾驭起来也方便 不像天玄灭神剑 因其太过强大的缘故 萧别寒也不能随意发挥它的作用 因此 这长空别离剑的危险感 虽然没那么强 灵活度却大增 此刻一剑接着一剑斩来 使无念哪里敢硬扛 饶使它天神功以剑臂防御著称 面对这可斩神灭迫的道兵攻击 也吓得是连连后退 更是发大宏愿修改神通 不再是破天下万法 而是直接提升自身 以神通之能挪移变化 规避斩杀 即便如此 偶尔一道剑气划过 也是让诗无念惊心动魄 形势力告危及起来 倒霉的却不止是诗无念 随着唐杰的出现 战无伤的战死 战力的天平历时开始逆转 虽然玄悦因重创之故 未免留下不可遇之后患 而暂时不再上场 喜悦派却还是多出了一个唐杰 别看只是御婴 唐杰的实力却不弱于任何一个化神 此刻一击得手 已是长笑着记起了万仙顶 向韩无心压下 韩无心虽未见此物 却还是听说了天平山一战 此刻一见此物 知道多半便是镇压了班纠的道兵神顶 哪敢让此物镇压自己 和诗无念一样 打不过就溜 化作一道光芒向后飞退 他的速度倒也快 万仙顶一时追不上 只能改向朝着金乌玉压去 金乌玉却哼了一声 手中万法仙淑再现 一个个字符金光月起 冲向万仙顶 就听叮叮当当一阵乱响 那万仙顶被万法仙兵打得竟是下不来 反倒是道文波动震荡五方 泛起一轮又一轮的光运 唐杰知道 这万仙顶不适合应战 有些被万法神兵书克制 正欲收起 却见灵霄的乾坤镜 也再度翻转着扫了过来 三大道兵相撞 激发出无尽悼念 轰隆隆震得人心神欲念 就见远处大山轰然破碎 一座接一座化成灰烬 就连那远方的叶云子 与云天兰两大地仙祖师 都为之心惊 想不到那边竟打得如此激烈 叶云子看云天兰的眼神 已是充满了仇恨 却是完全无奈 因为他发现 云天兰已完全在自己之上 一百三十年的气韵独钟 大罗金仙与无上真仙的点拨 始终于使得这位帝仙的实力 有了惊人的禁忆 虽然还未到晋升真仙 却也突破曾经的苛救 踏入了半步真仙的层次 在这种情况下 叶子云再不是对手 那一刻他突然明白 今日之天神宫 怕是已到了父王之局 与此同时 云天兰也微微皱了下眉头 摇头低语道 臭小子 竟然敢算计我 远处天外 灵霄正疑惑道 唐杰 你不去天神宫 却来这里做什么 按照原来的计划 两方大战 唐杰要做的就是趁机去天神宫 抢走金身神念 助老祖突破 但现在唐杰不去天神宫 反来了这处战场 却是完全打破了计划 唐杰也连续导出数拳 重击向金无玉 同时回道 张教 你不觉得灭了天神宫 再去金身神念更好吗 什么 这话一出众皆大惊 或许是因为不是死敌的缘故 喜悦派对天神宫 其实一直没有太大的仇恨 即便天神宫 当年曾大举来攻天平山 但由于他们失败而归 没能对喜悦派造成什么伤害 因此恨意不深 非但如此 由于担心天神宫灭后 会导致格局混乱失控 出于对未来的难以把握 并不愿意主动打破僵局 因此更不愿灭天神宫 之所以抢夺神念金身 主要还是为了云祖突破之需 在他们看来 只要云祖突破了 喜悦派自然就独大 何必冒险强占呢 反而死伤过多 更有可能为人所衬 但唐杰却不然 从一开始 他最恨的就是天神宫 于他而言 第一仇人永远是天神宫 而非恋寿门 他所发下的大怨 也是消灭天神宫 喜悦派不会想到 当唐杰鼓动云祖 参与帮助他 抢夺金身神念时 他就已经打定主意 要把这场争抢演变成天神宫的灭门之战 神念金身 诚如唐杰所说 灭了天神宫 这玩意儿还不是自动就成了战利品吗 哪里需要刻意去抢呢 更何况在唐杰眼中 所谓的等云祖突破 在称霸太过被动 谁知道就一定会是云祖突破啊 没准别的门派祖师就比云祖抢先一步了呢 气运独钟可不是唯一的 曾经的底蕴 谁更强 谁也不知道 但唐杰知道 天下格局肯定不是一碗水端平的 总是有强有弱 比如 在六大派中公认后进最强的 就不是喜悦派 而是天涯海阁 谁能确保天涯海阁的老祖宗 就不会比云祖先一步突破呢 所以与其等待 倒不如反过来 先称霸抢夺资源 再助云祖突破 如此更好 至少在他看来 这种做法更靠谱 何况以他的性子 本也就不是把命运 寄托在别人之上的人 因此 他那悍然立下了这个计划 却是直接把云祖和喜悦高层 全都脱下水 当然 他也不会直接就上 也是要找帮手 看机会的 在这件事上 消别寒明夜空 都是他计划的支持者 至于机会 全灭天神功为上策 抢走神念金身为中策 以复仇之名 占些便宜就走为下策 而这一切都要看实际情况 当机会来临时 唐杰就会毅然选择上策 执行全灭之机 如今大战即起 天神功高层危在旦夕 就算是云天兰想收手 叶云子都不干了 明白了这一点 众人才明白唐杰的计划 施无念已是怒声道 须牧阳交下的豪崽子 无耻之忧 不过就凭你们 也想灭我天神功吗 还差得远了 我们撤 一阵防守 天神山内有守护大阵 一旦发动 就算是帝仙 也未必攻得进来 六大派能够相互持平抗衡 靠的本来就不仅是人力 还有这充沛之物力 唐杰却是长声笑道 真以为天神山现在就安全吗 别忘了 上次之战是谁在背后干的你们 七绝门 金屋玉等人同时一惊 那一刻 他们的脑海中 同时闪过一个身影 红神机 七侠界镇到第一人